充满个人风格的书写张力 也希望能够展现思想的价值 书写味道阿普吉各展 展出近50幅的书法及油画的创作 在新思维人文空间展出 即日起展出至6月28日 完整体现文质的未来 技术个人的风格及思想价值特性 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书写的张力 跟阿普吉老师认识 应该有15年 那15年的时候阿普吉老师都一直在穿作 然后他当然也展览 然后听过他很多次在展览里边 在说他创作的经验 那这里边让我非常惊艳 就是阿普吉老师每年都在成长 这一次在新思维做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展览 他的名字把它定为书写的味道 那我想品味 生活的品味 人文的品味 还有艺术的品味 其实蛮重要的 那我透过书写这样的议题 事实上应该这么说 书写就是一种线条的轨迹 也是我们思考的轨迹 那我想透过这次的展览 其实在谈这样的轨迹 是在谈生活和自己的经验 还有线条的书写的经验 阿普吉表示 期盼借由自由流动书写文字和观众对话 也带头示范书法不可重复与替代性 作品汇集西方油画与书法等媒材 体现内外自在 不受拘束 如同万物 神生不息 史方新闻关闻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